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先开钟仔等新片出来马上通知方便的话鼎鼎广告 今日中原公布最新的楼价指数 报157.02 按周上升了0.15% 在连跌8个星期后单周回稳 指数仍在41周次低 重返2022年12月底水平 2023年整体楼仍有0.16%的升幅 指数较今年4月168.4的高位已累跌6.76% 不过不用怕 陈敏杰说近期市场气氛转好 市场期待今月施政报告会有减纳措施 增强买家入市信心 10大屋宇预约体楼量创了15个星期的新高 另外有网友提醒我 中原楼价指数有2-3个星期的滞后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2个星期内签正式买卖合约 之后律师楼会拿去打离印 大概3个星期就会在田图厅里见到 实际操作方面 如果买家在2个星期内签了正式买卖合约 其实律师楼可以再多4个星期才打离印 但是一般也不会去到这么问也不会去到这么急 正常就4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在田图厅里见到 但是如果说到极端的做法 我今天晚上我明天拿一份林药去打离印都可以 或者我拖6个星期才打也都可以 但是好像今年的7-8月左右 其实美联的楼价指数和中原的楼价指数 数字上都是很大的分歧 究竟短线会不会有人为操控意图撥火 那就大家自己想想 但是中长线来说一定会拍齐 猜想物业股价处的官方数据 不可以这么难看 另外在上个月中 由信志牽头火柏中海英军华智合组的财团 以53亿5000万投得启德2A区地 每平方借楼面地价5392 地政总署今日以不记名方式 公布落选标价金额 其余发展商出价由最高40亿1000万 到最低12亿 赤价介乎最高4041元 到最低1209元 按照看信志出的标价比第二高标高出33% 另外根据市场消息 再有资深重磅投资者出货 人称越南朱的富商朱立基 以及相关人士持有的中环商下 凝置大厦 市存存动以64亿沽出 成交赤价24185元 暂时未知新买家的背景 位置是德庫道中77号 和干乐道中41号 在横跨两条街 前身恒生大厦在1962年已落成 传动楼面264622平方尺 摩根·士丹里在2006年 以22.588万马入 其后彻底翻新大厦 而越南朱在2009年9月 以36亿马入这个项目 如果真的以64亿卖出 即是持货14年 账面赚28亿 不过越南朱在马入这个项目 无多久卷入天会的塔定案 当时这个项目 首批出售24个单位 全部由离岸公司马入 其中一个福息单位 以天价4.398万成交 赤价71200 最终有20伙塔定收场 朱立基被指是这批单位幕后玩家 搞到市场哗然 最后政府嫁入 并且监察这批单位的交易进展 警方在2010年7月搜查行基的总部 并且立案调查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未有人被起诉 其后港府在2013年 立法规管一手楼的销售 不过时至今天 这些监管都形同虚设 他又近期卖第一件 舍让卖分尼街的地盘开始 我就猜测他会慢慢慢慢 卖手头上的东西 果然没猜错 之后卖天后的酒店 然后卖乙链 现在是他市值最大马 就是刑志大厦 原因是他太太越南女首富 在去年年底被越南政府抓了 还要公司三个高层 都离奇死亡 除非他学许家印 那样技术性离婚 否则不可能见死不救 另外由债权人接管的 世纪银主盘奥文 昨日录得一宗塔定重售个案 单位是2座12A 实用面积1,403尺 最新的成交价是2,921万 尺价大概2,088 但这个单位曾经在2021年3月 卖出当时的成交价是4,366万 但去到去年4月 因为没办法收到楼 就终止了交易 买家有办法拿回订金 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没意会错 债权人像树资本 在法庭上曾经说过 好像有一群买家是退不了订 希望他卖完全部的东西之后 扣回给他们 不过以最新的成交价 就较拓订前 卖平了1,445万1千元 相等于33.1% 另外再有外资券商 将调低本港楼市预测 李昂预计本港楼市虽然在2021年8月高位回落17% 但高利率和经济放缓下 公楼负担比率将会上升 他们估计楼价在现水平再跌17% 预测方面 李昂算是最疯 未来苏联地产商的盈利能力和销售 无可避免将会受到影响 认为即使施政报告可能有减纳方案 但息口上升仍然是他们最大的关注点 预期其他发展商要好像详实 向新盘买家提供高达15-20%折扣 否则销售将会令人失望 另外预计新世界和新鸿基这些发展商 削减派息风险偏高 再来我们跟进一下二手的涉样个案 第一间是将军堡的新宝城 这间涉得很厉害 一座低层D434尺 买了587万9千元 车价大概13500 业主于2018年7月用了738万买入 次科五年将军市了150万 超过20% 第二间是白石角海日湾 二旗12座低层A1038尺 买了1210万 车价11600元 业主于2019年用了1387万4千元买入 次科四年将军市了177万4千元 相等于12.8% 第三间是大角咀澳城西岸 高层B室608尺 买了1100万 车价大概18000元 业主于2013年2月用了1197万9千元买入 次科十年将军市了97万9千元 今早追新闻有独家报导 流英港人群组热传 里面说香港有朋友通知 留意香港用永明拿强积金出事 A准拉了 当事人如果回香港 入警署会禁出警180天 报导说获得可靠消息 有多名持BNO签证的港人 在英国透过永明金融取回强积金 在暑假入境香港 租自称廉政公署职员 带入房间文华 扣押48小时后 没收旅游证件 要定期报导 至今仍未能够回到英国和家人团聚 似乎港府正大规模针对取得强积金而英港人 有位五十多岁的K先生说 我之前都听过 有人用这个方法拿回强积金之后 回到香港被拉 那么多人都这样拿 一定穿 我同事的朋友就是这样 今年暑假回去 怎知被商业罪案调查科 上香港的家里拉了 现在回不了 报导指出有多名持BNO签证的港人 在英国依照永明金融的保险从业员指示下 在当地找律师宣誓永久离开香港 保险中介会安排文件 声称申请人移居内地或其他城市取回强积金 廉署回复传媒至今拘捕20人 包括保险代理和十多名涉案的强积金供款人 他们涉嫌违反防止条例第9条 又根据法庭的搜令搜查多个地方 包括被捕人士的住所、办公地点 被捕人士已经获保释后查 廉署就应用这名保险代理是犯罪集团的首脑 涉嫌收集贵款 协助多名强积金计划成员 俄清因为移居内地而永久离开香港 申请提早取回强积金 有关申请涉及使用虚假法定声明 内地工作或定居证明文件 这名保险代理涉嫌向每名申请人 收取数千至数万元的贵款 现在暂时不告代理使用虚假文书 反而告你这帮友子 给手续费的代理是属于贵赂 究竟是手续费还是贵款 这个找律师是有得拗的 不过烦也烦死 我认为拿回强积金是天经地义 又不是去偷又不是去抢 是辛辛苦苦自己存回来的 回大陆又给拿 去英国你就不给拿 现在搞到上法庭 变成了国际新闻 你就自己变成了国际笑话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后开启钟铁方面的话 鼎鼎鼎鼎鼎鼎鼎